那么继续我们把这个几个常用的工具链 把它展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不是用大工具集OK的吗 OK 好 那这里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的介绍 好 那这个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换什么 我们看 我们去找这个样式 对啊 你往下拉 这个顺序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你只要能够组一个你常用就可以 那我现在就是因为一开始 大家可能不熟 所以我就一个做 团有没有看到样式 有没有看到 不过先把它标准打开好了 因为标准标准我们常用 所以你先把标准执行 有没有 就这个开挡 开启这个旧档 然后存档这些东西 剪下贴上 OK 上一步下一步 跟Word也是有一样 OK 好 标准把它拉开 先放下 我们规划这个地方先放标准 然后再换什么 再我们去找这个样式 样式看到吗 各指令 OK 好 执行 OK 为什么要样式呢 因为我们Orlok里面 不是有这个2D线架构 然后概念描引 就是跟Orlok的概念是一样 把这个线条的表示方式 把它拉出来 OK 好 接下来 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检视 检视图 这个检视的工具列 OK 有没有看到 这是这个透视等角图的 这个3D图吗 然后这个叫上视图 前视图 OK 以此类推 这边都立面 这样懂得是吧 OK 然后这是平面 懂得是吧 好 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 好 再来是什么 我们还有图层 你知道我们需要用到图层 所以你把这个往上找 找到图层管理员 按这里图层 它会先挂在这边的 你把它拉下来 我们等一下一起排版 OK 那如果说你要临时去看一下 这个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阴影 的话 你可以把它执行 这样的意思吧 OK 好 在上面这里 这里 来把它推下来 OK 好 我们稍微排版一下 那其他那个 等一下我们再看 我先把它关闭 好 来排版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标准的 按着左进行方先放 你先把标准放在左侧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般指令 一般指令 在握的以色都一样 都一定会有那个开档案 开启旧档开新档这种设定 OK 好 所以你把滑鼠点这里 按着左键不放 拖椅往上给它常驻 放开 懂得意思吗 OK 然后再来就看你的习惯 在排列都看你的习惯 这样懂得意思吗 同意那我是习惯这个图层呢 可以先管理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这样懂得意思吗 有没有那个图层 就我们我们那个 OK跟3DMAX 不是有图层管理员吗 你可以控制这个图层 这边都可以控制 那我们现在没有做 所以先打插 OK 好 所以图层放第二个 OK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是按照那个 使用的那个 这个顺序 接下来问什么样式 不好意思啊 样式或者是检视 都可以看你 好 我先放检视好了 画3D常用 OK 你看这个 点一下 对 对 3D图 有没有看到 3D图就是画面 同意那按这个呢 按这个就是那个俯视图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好 就上市图 那上市图 为什么这一条线 同意自己看 来滚轮按着不放 它就3D幻转 因为它往上面看嘛 往上面看 所以这个就上市图的意思 就平面图了 OK 这一块啊 这一块 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这个 你可以这样想 叫上市图 上市图 上市图的英文翻译 我建议你记一下 知道吧 就那个 这个top view 同意top view top 就是这个所谓的上 上的意思 同意上边的意思 然后view就是事情 知道吧 上市图 OK 那在我们工程图里面 叫什么 同意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平面图 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到时候 我们载入工程图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需要平面图的 这个跟地面图的图例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 这样的意思吗 OK 好 也就说你按它的话 就变什么 变上市图 那这也会一条线 因为它 它就一个板子而已 所以你 你如果按这个 滚轮按着 滚轮按着不放 同意然后滑鼠去动它 就可以调它 它本来不是往上面看吗 我们在人在空中 知道吗 OK 那你这样推 有没有就看到东西 这样懂意思吗 OK 然后这个呢 同意这是前市图 懂意思吗 按它 你看就往前看 有没有 然后按这个上市图 俯市图就上市图 这个呢 正市图就前市图 有没有 按它 前市图 所以这个前市图会 同时前市图 这个英文你要记 钱 我再把它写一写 因为用滑鼠写字 比较难看 大家包容一下 OK 前市图 或者前市井 前市图或前市井都可以 OK 这个缩写就是那个front 那为什么我现在写这个东西 因为以后你会学那个 cdmass cdmass用英文版的 同意英文版的话 你这个现在看一看 以后就不会有压力了 OK 前市图之后的前市图 左侧右侧 这些右这个左试图 右试图跟后试图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其实就统称什么 统称这个立面了 加多一下立起来 立面图 加多一下 所以到时候你做空间 我会有会有这个四项立面 就是前后左右 就是前后左右 这样四项立面 OK就立面图 OK 所以后半段你看这里还有 你看这里 你看我点这个前市图 然后按右侧视图 看到right view OK啊 右侧视图 这边这边比较直观 我就不烦 然后这后视图 back view 懂意思吧 OK 那这左视图 left view OK吗 像这样 好 同样这个你自己按 OK 反正这一块就是那个 立面图 OK 然后这个就是平面图 一个平面配四项立面 这样懂意思吧 OK 然后这个呢 同时这个房子是什么 看到全部嘛 看到全部 你看这个很直观啊 这看到屋顶 看到屋顶就上市图啊 懂意思啊 然后看到大门就前市图 然后这个 这个有没有 各个各个这个左右视图 OK啊 这个是3D图啦 懂意思啊 看一下提示 有没有 ISO ISO就是那个3D图 OK 点它 那3D有分两种 一个是等角 一个透视 知道吗 OK 后半段我们再调 好 然后下来样式 同样是按着左键幅放 把它推到实当位置 把它放开 OK 他一下这个拖曳 你把它放到这里 把它卡住 知道吗 OK 然后再阴影 阴影按着左键幅放 拖曳 我们现在用不到阴影 不过你先把它放着好了 OK 好 这样很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哦 OK 好 那样式 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线条 看到吗 按一下 你看到变线框 这个就类似 OK的什么 2D线架构 然后这个呢 同样这一来 我再点一次啊 你看有没有线框看到吗 线框就是2D线架构的意思 线架构 OK 好 那这个呢 同来这个 同来这个隐藏线 有没有 有没有 就变成说它不会透明 也就是说你如果按这个线架构的话 同来那我们在制图的时候 哎 等一下过来一点 如果按新加构的话 制图的时候 他也比如说你画一个方块 他就看到所有的线框 就是这个叫做线架构 线构构 长这样 加对啥 OK 那你如果一旦用隐藏的话 会怎么样 同来你这个专块 就看不见的线 就看不见了 这叫隐藏 加对啥 那会不会还有分 等角跟偷视 OK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哎 我这样画好像废话 没关系 你先知道就可以了 同来那你如果按 按第三个代表什么 按第三个代表说 他那个整个都看到那个面 懂得知道 看到那个实面 就像这样 其他那个以后再说 懂得知道 以后再说 然后像这个有一个半透明的模式 这个后面再讲 OK 好 所以 然后你这个地方就可以 把它推上去 这样懂得知道 如果还有需要的工具 我们再把它抓出来 我们先用这几个 OK 标准工具列 然后再来是图层工具列 接下来是这个视图工具列 OK 然后再来就是样式工具列 跟阴影工具 这几个你可以把它拉出来看一下 OK 好大家试试看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基础的操作面板 这样东西什么 OK 来我再把几个东西补充 如果按这个检视工具列 按它 然后你看选项 按这个刚刚是工具列 旁边有个选项 选项 这个如果你把大图室把它关掉 你看它图就变得比较小 东西 画面就比较大 看你自己 我把它打开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OK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在下载力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提示 就是因为你勾这一个 工具列显示工具提示 你今天如果把它关了 它就不会有提示了 同意是吧 也就是说你在下载力来看 关闭了 你在下载力的时候 你看我这样按 它就是按钮 就执行 但是不会告诉你 它的一些叙述 知道吗 OK 所以你如果按这个检视 然后选择工具列 有没有 同意这里 你如果把它打勾 它就有提示了 也就是说今天我去下载力 这样拿来过来 没有看到 隐藏线 线框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提示 这样等于是吗 OK 那这个提示 你如果以后会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懂得一开始不熟 我们还是打开 没关系 OK 好 到这边 同意你先把那个工具列 把它做一下排版 大家试试看 感谢观看